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我们进入主界面 这个是操作手笔 3.0 4.5探头 运营做面部操作 现在我们来介绍仪器的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专业模式界面 这个是我们的引导模式界面 如果我们要操作面部或者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可以进入 如果我们要进入它的一个主界面 专业模式可以进入这个界面 当然做身体也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更直观一点 现在你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总宽度 通常我们会设定为10不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发数 通常设定为25个点 如果操作额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18到19个点 操作于面部的时候 我们设置为25不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间距 点与点之间的一个距离 它更精准 不会出现漏操作 我们通常设定为1.8到2.0即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线间距 你要打断条线 可以根据这个来调节 最多可以打11条线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 来设定发数条线 然后我们通常会设定为1.8 或者是2.0 打4条线或者是6条线都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教 通常我们从0.5开始给客户去操作 操作在1.5的位置就可以了 从0.5到1.5即可 大家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我们探头的一个死边 4.5探头它识别就是显示为4.5 这个是我们仪器跟探头的一个临阶 仪器跟主机的一个临阶 那如果它曾灰色状态 我们要把它关闭电源 重新把它擦紧即可 这个是我们已经操作过使用的一个发数 这是我们的一个总发数 1万发 这个是仪器的一个编码 然后这个呢是仪器这边 操作当前使用发数 你给客户操作多少发 它就会显示为多少发 这几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储存模式 保存模式 开 关 切换 操作开始 首先对面不划分区域 第一个区域 分三段 第二个区域 分三段 第三个区域 操作时避免打到眼眶 根据客人的脸型可以划分三到四段 太阳 太阳穴为一个区域 额头部位 避免做到眼眶 需从眉毛以上进行划分 根据客人额头的角度 可以划分三到四个区域 全脸共分为五个区域 得体验着均匀涂抹产品 从下巴开始操作 首先4.5 探头全脸走横线 根据客人皮肤的状况和面积 来设定能量的调数 操作完一个区域 换下一个区域 连接刚刚走完的区域 这样可以对双下巴进行有效的去除 第二段区域从画线开始操作 进行第三段区域的第一部位操作 如果下额的坠肉比较多 可以稍稍地向上做提升 进行第二个大的区域的第一段操作 第一节完成向上滑动 操作第二节 进行第二段操作 进行第二段操作 进行第三段操作 开始第三段操作 开始第三个区域操作 做到脸颊部位可以稍微把能量调高 操作 操作 操作颤骨时 避免划到眼眶 操作颈骨时 看后一定要些平放稳 第二段 颧骨部位鼓都突出,会有一点不适,操作时要留一点位置,和太阳穴一起操作 第三段 开始操作颧骨和太阳穴,能量略微调低 操作额头,能量调低 贴平稍稍向上提拉 4.5 探头操作结束 操作3.0 探头全脸走竖线 开始操作第一个区域,下巴 当客人的距离,离探头的距离不够止时 可以让客人头部稍微倾斜配合一下 适当的斜线和4.5 探头的垂直形成隔字状 每操作一个部位时需要询问客人的承受能力 做一下耳后坠肉提升 操作第二区域 探头贴平稍微向上提升 探头垂直向上提升 345-7